我今天跟大家講什麼是分球 分球就是從對面的人對手殺球殺直線過來的時候呢 我把球分到對面的那個角 這邊的角序就叫分球 那為什麼要分球 是為了第一個破壞對方的擊中 讓對方不會 因為很多人會在前場抓直線居多 然後你分到對角線去的話 讓前面的人有點來不及 措手不及 對 那要怎麼打呢 第一個呢 如果左腳在前面的話呢 有沒有 我們雙腳一定要微蹲 有沒有 球拍拿短一點 然後握反手拍的姿勢 球拍放中間 球殺過來到這邊來的時候呢 身體讓出一點空間 有沒有 原本是這樣放 身體讓出一點空間 然後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腳跟後腳 右腳跟一定要抬起來 有沒有 抬起來然後讓出一點空間轉 所以轉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要轉我們的困關節 只是轉腳 因為很多人會這樣轉腳 沒有讓出空間打 就會打不到這個球 所以他殺過來的時候 我要讓出空間 這樣慢一點打 讓出一點空間 殺過來的時候 球子先過來 讓出一點空間這樣打 對把球奔到這邊打 那如果右腳在前面的話呢 也是一樣 一定要蹲低 前幾腳一定要蹲低 才看到對方的球 殺過來的時候 一樣手拉過來 直接這樣打 那這個時候呢 右腳在前面的話 就換左腳 一個臉抬起來 都是後腳抬起來 讓出一點空間打 對 然後大腹子壓著 用力頂出去 按摩